魅力花大叔崛起 以美人数增武成 爱买精品巢鞋 继花美男之后 近来花大叔备受瞩目 像是Prada2012秋冬服装秀上 邀请影帝大叔们演绎西装的不凡气势 经典女性香水 日前也以49岁的布莱格·比特 作为首位男性代言人 亚洲则有41岁的吴奇隆和韩星张东健 因主演戏剧而翻红 可见大叔魅力无法挡 不仅如此 越来越多大叔开始注重外情 顶级美法沙龙的40岁以上男客占比就增一倍 而且花费在手足保养 和头皮护理疗程的金额也有成长 其实在他们单身的消费来说 其实是有提高两成的 因为他们会花比较多的消费 在他们的头皮护理上 还有手足保养 还有越来越多人尝试抽纸 雷射等医美整形 因为大家知道中年人 可能都会有一些肚子的问题 所以大家希望在体态上 能够有一个好的进步 所以就会想要问一下 关于抽纸的料产 以40岁以上的男性来讲的话 大概增加差不多五成左右 其实这个名利还蛮不少 因为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花大叔们在皮鞋等配件上 也肯下重本 而且越穿越潮 我们发现我们吸引到了年龄 大概都35岁以上 33到60岁都有 他们喜欢的都是非常张扬的款式 尖头皮革上面的一些 颜色上面的搭配 是比较张扬一点的 然后logo 都是比较特殊 就是一些限量的款式 这次为我们示范穿搭的 发型师Andy 就是穿得很潮的花大叔 快50岁了 我就会不在乎我的年龄 或许让人家知道我 好像好老 我觉得还好每个人都会老 那你老的 有没有觉得 你觉得你是有价值的 这个很重要 Andy从小就爱漂亮 喜欢与众不同 他认为要看起来年轻 头发一定要有型 你穿的衣服 你的装全部都是很年轻 但你这个发型 只要不对 你就看起来是一个大神 或者是大叔 当然年轻的心态也很重要 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好 所以我觉得穿衣服 也是一样穿着 那其实你心情 应该保持一个很年轻的心态 其实这个跟老的差别 不是年龄 是一种活力 就算你80岁 你都很有活力的话 那你看起来 别人看起来 你就会觉得你年轻 你就会 你穿什么衣服 都觉得是合理的 而且别人会很舒服 在事业上不断前进 这是Andy 维持年轻活力的最大秘诀 我发觉 当一个人 你觉得你成功了 你就变得满足了 你就停在那边 可能就 可能就不会再想 要往前走 那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有安逸的以前 我永远我的世界 我都觉得是一个 另一个阶段的新开始 我永远都有一个 不同的目标 我永远都不会是觉得自己成功 造型师Roger 更是花大叔的最佳代表 虽然53岁 看来永远年轻又有型 秘诀就是从维持外形整洁做起 就是你一定要定期去修剪你的头发 然后呢 你一定要维持你的体型 不要走行 你不要变形得太厉害 那可能在各方面 你都去照顾好自己 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脸要洗干净 皮肤状况要保持好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很 听起来都是老生常态 但是它真的很重要 无论对男生跟女生来讲 保养上至少做到清洁和保湿 维持身材除了晚上不吃淀粉 Roger还有小秘诀 我不太吃所有的菜跟饭的汤汁 我是习惯会把那个汤汁稍微 抖掉一点 后来我才发觉 原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发觉我身边很多的人 他们就是很容易 就是煎了就直接吃 然后很多的汤汁都附在在菜上面 其实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 那些容易让你肥胖的成分在里面 虽然不排斥微整形 但Roger提醒 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譬如说我自己 我就有打BOTEX 是因为我有非常不好的习惯 是我很喜欢台美 打BOTEX会是一个 很好的解决的方法 但是至于你有没有 打微整形这件事情 当成做功课去做 这就很重要了 你知道我在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我说很多的时间去问医生 问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说因为我不想我的脸 变得好像有这个被吓到这样 不过想要永保年轻 Roger认为关键还是心态 有的时候倾听年轻人 去观察年轻人 去试着跟他们相处 是让自己年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远远比去整形 去打BOTEX 这些来得更有用 想当魅力十足的花大叔 就从跟年轻人相处开始吧 长保年轻的心情 就可以像韩国歌手赛一样 虽然从头到脚 大叔未十足 却能以年轻活力的舞姿 征服全世界 东新闻台北报道